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室委员会专门就台湾问题举行听证会 在节目后半小时我们要请专家对这个听证会进行分析 欢迎各位朋友稍后踊跃打电话参加讨论 美国之音的免费电话号码是400120551 首先请维唱给我们介绍今天的国际新闻 维唱 好的 谢谢佩芝 苹果公司富有创新精神的领导人 史蒂夫·乔布斯于星期三去世 享年56岁 他开发的电子产品改变了全世界的音乐 手机和电脑产业 请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苹果公司星期三晚间说 该公司失去了一位具有远见和创意的天才 世界失去了一位令人赞叹的人 自从2003年以来 乔布斯一直患有一种罕见类型的一线癌 并在2009年做了肝脏移植手术 他今年8月辞去苹果首席执行官的职务 表示他无法继续履行这个高科技巨头的总裁职责 乔布斯的家人说 他于星期三在加州帕洛阿尔托的家中平静地去世 亲人们守护在他的身边 乔布斯去世后 世界领导人和大批崇拜者纷纷平调 他是一个由远见着实的人 为苹果公司规划了远景 一手推动了苹果公司的腾飞 他创造出人们酷爱的产品 这些创造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我们也感谢他对美国及全球商业所做出的贡献 他或许将被视为与爱迪生和亨利福特相提并论的产业巨人 永远被铭记的伟人之一 美国总统奥巴马说 乔布斯代表了美国的独创精神 并把他称为美国最伟大的发明家之一 最近被任命为苹果首席执行官的库克说 乔布斯的精神将永远是苹果的基石 星期三晚上 包括苹果公司官方网站在内的很多网站 充满了对乔布斯的悼念信息 在社交网站推特上 iSAT成为流行题目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的去世 在亚洲引起强烈反响 他发明的产品主要是在亚洲生产的 而且在亚洲极受欢迎 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星期四 中国的微博网站上出现数以百万计的悼念信息 中国拥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网民 他们经常花几天时间排队 等候购买苹果推出的每款新产品 在北京的悼念者们 把鲜花放在苹果店门前 20岁的大学生李子龙担心 乔布斯去世后 苹果也许不能继续推出 类似新上市的iPhone 4s那样的新产品 希望接下来能把这个公司带好 要是带不好 也许苹果就从这垮下去了 因为乔布斯是一代的精神领袖 任何公司都需要一个精神领袖 精神领袖没有了 我真的不知道苹果以后会不会出像iPhone 4s这一类经典的产品了 乔布斯的气势在韩国首尔的苹果专卖店也引起强烈反响 37岁的雇员李金阳表达了自己的心情 我并不认识他 但是我感到就像一代英雄远世 令人心碎 香港企业主管令常念则比较务实 他表示他很难过 但不会太担心对股市的影响 他是唯一一个能够吸引全球各个阶层 苹果粉丝的企业家 或者说是电脑行业主管 这样的偶像人物去世 我们都感到极大的悲伤 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做出如下回应 我听到这个消息很难过 我们此刻正在参加未来职业论坛 创新将改变未来的工作岗位 而现在我们失去了一位优秀的世界创新天才 如果说他改变了我们的世界 这种说法并不过分 就在乔布斯去世的前一天 苹果公司刚刚推出一款万众期盼的新手机 它的特点包括语音操作功能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台湾检方表示 对前总统李登辉贪腐案的审判 将于10月21日开始 检方星期四说 审判过程将不对外公开 因为有关指控涉及国家机密 李登辉1988年至2000年担任台湾总统 今年6月 他被控从一项秘密外交经费中 侵占了779万美元 检方说 李登辉和一名助手将款项转入一个 由李登辉担任荣誉董事长的研究机构名下 该机构为两人提供了豪华办公室 李登辉否认自己违法 并且说这些指控出于政治动机 利比亚军队官员说 革命军可能在几天内攻陷前领导人卡扎菲的家乡 苏尔特 利比亚国防部发言人艾哈迈德巴尼上校 星期三说 临时政府的战斗人员已经包围了这座战略海滨城市 一名地方指挥官说 他的部队已经控制了该市的一半地区 但另一位全国过渡委员会的官员说 已推迟了对苏尔特的全面进攻 已允许居民逃离 城内的卡扎菲效忠者 在长达三个星期的激烈战斗中进行了顽强抵抗 战斗导致平民付出高昂的代价 很多平民因交战而被困城中 面临食品和水供应匮乏 没有适当的医疗物资来医治伤者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表示 联合国安排的政策